欢迎各位和朋友们来到电影世界中充满希望的全新故事 今天,我们将一同探索备受期待的全新电影,充满激情地迎接它的到来 在这部影片中,我们将与两位才华横溢的演员肖战和杨子一同展开精彩的故事 人们相信她们将在荧幕上共同打造出一对充满和谐的搭档 在我们等待这部电影的同时,让我们回顾一下迪丽热巴的《妩媚魅力》 她是一位备受赞誉的女演员,曾让众多人心持神往 她那纯净而迷人的美丽,再次令我们不禁惊叹不已 让我们一同探索她在电影世界中那些令人难以忘怀的精彩瞬间 这部全新影片不仅承诺带来欢声笑语,泪水和深刻情感 更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来亲历两位才华横溢的演员肖战和杨子的默契合作 这个组合无疑将成为我们探索这个充满意外和吸引力的故事时,不容错过的亮点 那么,请让我们一同准备好,沉浸在充满色彩和情感的电影世界中,一同见证肖战和杨子特别的合作 让我们投身于这个充满期待的故事迷宫中,一同探索其中的奥秘 近年来,娱乐圈涌现出许多备受大众喜爱的男演员,其中易杨千玺,朱一龙,肖战等人备受瞩目 尤其是肖战,因出演古装剧陈情令一炮而红,迅速成为备受瞩目的男演员 他的出色演技和广受欢迎的角色使他的人气节节攀升 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肖战很快重新调整状态,全身心投入工作之中 在短短几年内,肖战不仅有着丰富的电视剧资源,而且他的人气也在不断攀升 多部热门剧目纷纷向他敞开大门,如庆余年梦中的那片海王牌部队等 如今,他已成为备受尊敬的顶级男演员 就在肖战主演的古装剧《玉古瑶》结束不久,又一部新剧《建制同门》即将上映,引起了广泛关注 尤其是有传闻称肖战和杨子有望共同出演,更是引起了观众们的期待和兴奋 这对组合吸引了众多目光,许多观众表示迫不及待想要追剧,甚至预测这部剧有可能再次引发高收视热潮 《建制同门》作为一部古装武侠剧,凭借其充满传奇色彩和英雄气息,一直以来都在国内剧市场拥有强大的吸引力 经典武侠剧如《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等至今仍让人难以忘怀 近年来,也有许多武侠剧走出了国门,如莲花楼尤斐等,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可以遇见见指同门的到来,必将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武侠之旅 肖战和杨子的合作也必将成为一大看点,引发更多人的期待和关注,为国内电视剧市场再添一抹亮色 并且肖战还十分擅长古装武侠剧,在这之前在《陈情令》中不仅向大众展现了强大的抗剧能力 而且还向大众证明了过硬的演技,肖战在古装剧领域的造诣颇高 不知这次时隔三年中回古装武侠剧,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表现呢? 而肖战和杨子之前在都市剧《余生请多指教》中两人甜蜜的互动 看得观众露出一母笑,一度被观众亲切地称为《余生夫妇》 值得一提的是,该剧不仅收获了颇高的收视率和好口碑 而且还提高了肖战和杨子的知名度,可谓是一举两得 《剑纸同门》改编自网络小说《同门》 主要讲述了两位武林高手之间的恩怨情仇和江湖风云的故事 据悉此次肖战将在剧中饰演男主陆飞云,是一位正直、勇敢、聪明且善良的武林英雄 此角色对于演惯了古装的剧的肖战来说不仅没有压力,而且还颇有熟悉感 毕竟与未无限的人设极其相似 而杨子将在剧中饰演女主沈青音,是一个温柔、美丽、机灵且坚强的武林女侠 这对于首次挑战古装武侠剧的杨子来说虽然有一定的压力,但同时也是一次转型的好机遇 毕竟一位优秀的演员是不会局限于某种题材,而是轻松驾驭各类题材剧 让人意外的是,此次肖战和杨子在剧中将会拥有一段浪漫且又曲折的爱情故事,备受大众期待 除此之外,据西剑指同门还邀请到两位近期热度颇高的人气演员谭剑刺和陈都林 他们两人不仅颜值极佳,而且演技也是颇受大众认可 此次有了他们两人的加入,无疑是给该剧又加了一层支持和保障 据说,这次谈剑刺将在剑指同门饰演男二男攻略,是一位冷酷,高傲,才华绝伦,野心勃勃的武林奇才 与男主陆飞云既是同门师兄弟,又是爱恨纠缠的死敌 而陈都林将在剧中饰演女二白素素,是一位活泼,可爱,聪明且善变的武林少女 与女主沈青音原本是一对无话不说的好闺蜜,但奈何后面因感情而产生误会 你们期待该剧吗?对于该剧你们还有其他看法吗?欢迎大家留言一起来讨论哟 迪丽热巴不仅拥有令人惊艳的美貌,还以她出色的演技和多才多艺的表现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自从2013年她出演了自己的首部电视剧《阿纳尔寒》以来,她就吸引了大量观众的注意力 她的独特魅力和出色的演艺能力,使她迅速成为了影视圈中备受瞩目的新星 在她的代表作品中《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无疑是一个里程碑,她在剧中饰演的白浅一角,让人们再次确认了她的演技和表演实力 她将角色的情感层次展现得淋漓尽致,赢得了观众的一致赞誉 此外,她还在《古剑奇谈》中扮演了小师妹扶曲,以及在其幻剧《逆光之恋》中的出色表现,都为她赢得了更多的粉丝和声誉 2015年,迪丽热巴在电视剧《克拉恋人》中饰演了个性直爽的女明星高文 她不仅在剧中呈现了角色的坚强和活力,还展示了自己的喜剧天赋 这次的出演不仅让她赢得了更多观众的关注,还获得了2015安徽卫视国剧盛典观众喜爱的新人女演员奖 这是对她持续努力和杰出表现的肯定 除了在荧幕上的成功,迪丽热巴还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人 她的音乐才华也备受认可,曾经推出过多首歌曲,并且在音乐方面也有着不俗的表现 总的来说,迪丽热巴以她的美丽,演技和多方面的才华在娱乐界展露头角 她的未来必定会继续闪耀在影视和娱乐领域,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和表现 无论是她的外貌还是实力,都让人惊叹不已 此外,她还担任了多个品牌的代言人,成为了中国娱乐圈备受瞩目的明星之一 迪丽热巴不仅有着出色的表演才华,还是一位热心公益的明星 她积极参与各种公益活动,为社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她的形象深受粉丝和社会各界的喜爱和尊重 迪丽热巴是一位多才多艺,有爱心的女明星 她以出色的表演才华,美丽的形象和热心公益而备受瞩目 相信在未来的演绎道路上,她会越来越出色,成为更加杰出的明星 到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